嘿 大家好 今天很興奮嗎 是的 我們今天會分享什麼 讓我們戴上我們的網遠鏡 順便戴上我們的放大鏡 一起來探索英文單字的有趣 帶著你的兩個工具 我們來看看英文字的由來 英文字原來一星期的七天 它有它的由來呢 今天希望接下來要分享的單字叫做 Friday F-R-I-D-A-Y 有看到嗎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Friday Friday OK F-R-I-D-A-Y OK 它怎麼來的呢 OK 除了你可以背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They are seven days they are seven days They are seven days in the week 除了你知道背誦以外呢 如果了解它的由來會不會讓你更容易一點呢 原來F-R-I呢 是相當於希臘羅馬神話裡面的愛神 當這個希臘羅馬文化進入到英國的時候呢 這些人呢 原來他們也喜歡希臘羅馬神話這樣子排 然後他們就想說 L Venus是羅馬的神 所以他們就在於他們自己的文化裡面找到了一個神 那個神是叫什麼呢 L 它是獻給女愛神叫Frigi 我不知道它的唸法 但是它的寫法就是F-R-I-G-G 所以它就是一個愛神的意思 那所以原來同學F-R-I就代表愛 F-R-I代表愛 所以星期五 再請你重新定義它 這也不是十三道星期五 不是一個恐懼的日子 當你講到Friday 它是一個充滿愛心的日子 重新定義你的單字 那你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把F-R-I再往下延伸 你就會發現 欸 朋友怎麼說 F-R-I-E-N-D Friend 原來就是彼此相愛的夥伴 才能叫做Friend 還有一個字 Afraid A-F-R-A-I-D Afraid叫做什麼 原來Afraid是害怕對不對 可是它為什麼會害怕 因為A-D-A 那些開頭的字呢 就是遠離的意思 當你心中遠離了愛 這時候你就會怎麼樣 害怕 學英文好簡單 在天下英文 所有的單字都起來有字 斑斑有理 背單字 一點都不費力 一勞永逸 Join us and let's have fun